众所周知,MC是一个神奇的bug,啊不,特性游戏 比如我们在和平模式下,理论上来讲,并不会被任何生物攻击 可如果不小心打到狼,那么它就会疯狂地追你 本期,我们就来聊聊那些被隐藏很久的古怪特性吧 但在此之前,我的MC视频,总之,给我点个赞 我直接带你们喂炸动物 这其实是一个隐藏的鱼鱼节版本 在这个版本中,我们可以疯狂地给动物喂食 而这些动物就好像吃多了一样 肚子会越来越大 而只要我们将任生物喂炸,就会天降神兵 看看,即使在创造模式下,我们周围的怪物也会疯狂靠拢 苦力怕更会直接爆炸 虽然,炸不死我们就是了 当然,喂爆怪物的响力也相当多 就是生存模式下,不太好活 接下来,就是墨地船刚出的时候了 在测试的快照版本中,墨地船内部其实隐藏着信标 相方铺满的钻石块,没有翘翅,更没有隐藏宝箱 比这个版本还要靠前的时候,里面装的其实是蓝瓜头 可能当时的游戏作者也没想好往里面放什么奖励吧 但南瓜头又太过敷衍 所以放了三个信标和大量钻石块 吸引玩家前来探索 最后就是天狱了 这其实是一个远古版本的bug 据发现的玩家说,当时它的游戏崩溃了 再回来的时候,眼前的世界已经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在混乱中却有一种奇特的美感 于是它把这里称为天狱 与后来当今的银石红石传送门不同 这个天狱只有在玩家到达世界边境时 游戏崩溃,才有概率出现 所以这只是个单纯的bug吧 毕竟摸家官方从未公开将天狱加入游戏 正如每个版本都会移出HIM一样 你们觉得这是特性,还是官方打算加入游戏 却又废除的设定呢 赶紧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酷子,我们下期再见